一個是控帆 一個是控座 那這個帆船的啦 其實它是很安全的 因為它底下有一個龍骨 那個龍骨就是配這種不倒溫的設計 讓你船就算傾斜了 它會把它壓回來 只要你人不要亂動 你是不會掉下去嗎 那因為風很大 你有可能會感覺快要掉下去 那你手真的都要抓好 所以如果有小朋友 你們待會都是要手一定要抓著東西這樣子 這是第一點就是在上面不要站起來 不要站起來走動的原因 是因為有可能船突然轉動 你不下去 第二個是 船在因為它是靠風的方向在動作 那個風向一邊那個反而 反而會跟著轉動 那轉動的時候如果你人站起來會被打到 打到就掉下去了 所以這兩點是安全的部分要注意的 等一下 那不好意思我跟各位補充一下 那因為我們的船在這個河面上行走的時候 去跟回來的方向 反受風的這個邊會不同 所以當我們的那個就是長座的船長說 我們準備要轉向了 請各位要稍微有一下預備動作 第一個 你不要從尾桿的前面 因為尾桿的前面還有一張千帆 你會被它掃到 底下的繩子可能會勾到你 所以請你盡量從主帆的下面裝過去 從主帆的下面裝過去 第二個 因為風壓的關係 我們的帆受風的時候 它會往反方向的方向這邊導 所以我們人會坐在上風的這一邊 轉向的時候 如果它轉過來 你沒有換過來這一邊呢 換到另外一邊去 等於是你會把 原本上面受的這個壓力呢 跟整個人加上去 船會請求得更厲害 所以當你聽到船長說 我們準備轉向的時候 請你就把你的這個 準備動作稍微預備一下 通常船在航行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你的腳放在旋邊 上半身呢 是靠在那個就是 鋼纜上面 那你不要太重的去壓 因為它 大家反覆的這樣壓 後面的螺絲鬆掉的話 那個整個鬆掉會掉下去 所以你就是可以靠在那個上面 然後欣賞整個河岸邊的這個景色 那當它說要轉向的時候 你就把腳收上來 然後準備要轉 當它把船頭往上風的方向 就是會跟風來的方向平行 會像這樣子抖的時候 船是力量最小的 那你就從主板的下面 稍微轉過來這一邊 如果你來不及轉過來 因為風大船的速度也會更快 如果你來不及 轉到另外一邊去的時候 剛開始會比較傾斜 其實你就抓好那個鋼纜就好了 那基本上 這種重型安全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跟各位介紹過 它底下因為有螺絲的關係 它不會翻覆 但是它有可能會尾桿貼到水面上 那在那個 就是靠近水的那一側的那一位乘客 就有可能是靠在水裡面 那 那 因為 基本上這種機會不太多 除非我們整船的人都來不及爬起來 然後船已經轉好了 那你還在這個上面 那 那 如果它真的是 有這樣子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就只要抓緊那個欄杆 那 等到它那個壓力平衡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又浮上來 會浮上來 那如果說它傾斜比較大的時候 你就 先把自己的重心穩住 那等到航行是穩定的時候 你再爬到另外一邊去 那在船上盡量就是 當船長說要轉向的時候 你就記得把你的身體的重心壓低 不要被那個橫桿打到 那橫桿打到非常痛 尤其今天風這麼大 它的整個反應的時間都會比較快 好 那 基本上 我們會沿著這個河岸邊 因為今天 退潮 這個最低的時候是差不多九點鐘 那現在會開始慢慢漲潮 會開始慢慢漲潮 那我們 因為今天的風力是適合航行 所以原則上 我們就不會在船尾後面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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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會沿著這個河岸邊 今天的風向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 逆著風走 所以會有一個四十五度角 總之自行的到風來的這個方向 那今天剛好 那邊 剛好也就是寫了這個四十五度角出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 接著整個河岸邊 往這個 台北橋的方向那邊走 然後再回來到河岸這裡 好 那如果 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準備 這個 下廚要走的船 好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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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